嘿,我是阿图,欢迎回到外地老师阿图频道 上一期内容,我跟杨教授深入探讨沉浸式汉语教学的重要性 以及为什么难以实现 同时,杨教授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教学资源网站 视频中没有提到的资源已经发布在同名公众号外地老师阿图 这期内容,我们会探讨语法教学和新老师常犯错误相关的内容 长期关注我视频的各位应该会发现 今天的这期内容里,有很多观点是我在以前的视频里提到过的 比如被学生问主要如何解决 老师们不要过度依赖PowerPoint 另外,杨教授的教学视频平台系统性的免费公开课 也都可以在这期内容里找到 如果觉得我的分享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到你 请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支持我 视频最后会有下期预告 在杨老师的YouTube频道Dr. Young,杨玉玲 可以学习到汉语语法教学课堂活动设计相关的内容 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点是 教师自制语法格式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教材中的语法总结很多时候并不适用于当下的教学内容 所以就涉及到要老师们自己做语法格式的问题 但是老师们自己做语法格式真的可行吗? 这个问题也很好 就是不管我们是在语法教学还是词汇教学中 最低的一个要求就是保障学生在形式上不能出错 形式上不能出错一个很好的保障就是做格式 那对老师来说做这个格式 可能你看别人做出来觉得就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真是让自己做不见得马上就能做出来 所以第一要有一个意识就是我要做格式 我要做正确的格式 目前的教材就像你说的 不是说不适合当下 而是说教材里面的格式做得太大了 太空泛 所以没有抓住那个词或者是那个语法的特点 所以我们老师呢 你又不能指望着本体老师来帮我们做 人家本体研究不知道学生问题在哪儿 所以做格式应该做什么 要知道学生的问题在哪儿 叫防患于未然 你知道学生的问题在这儿 我给你赌上 我用什么办法赌 用格式 可是如果说你以前没有遇到过 你可能做格式第一次做的可能不对 这个都很正常 要给自己一个逐渐进步的机会 我自己在做格式的时候 比如说意识 就是那个意识不好讲的意识 我第一次给学生就做意识加动词 结果学生就会出 我意识做在这儿 那后来我发现不对 意识的后面要么是否定的 要么是心理的 第一次没做好 我第二次再给他改善 我说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老师一定得知道学生的问题 看到学生的偏误了 你就要思考 为什么他在这儿出错了 我有什么办法让他不出错 你就得想这个特点 特点我怎么找 北大的语言学大家 王立先生说过叫 利不实法不利 就是没有十个例子 你不敢说是一个规律 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去语料库里面找语料 现在对你们来说 很好有大量的语料库 面对五百个例句 你一定能发现 这个词的使用特点 这个语法的使用特点 你一定不要自己坐在那儿空想 一定要面对语料库 面对语料 我看到这些例子 我就发现 意识的后面 要么都是否定的 要么都是心理的 如果你没有语料 你是看不出这个规律来的 对于如何做语法的问题 总结来说 第一要知道学生们 常犯的错误 第二要在语料库里 找到规律 再做出适当的语法格式 那么有哪些权威的资源 可以辅助教学呢 那目前现在可以利用的 说实话 我自己不好意思 我在这儿好像在推销我的东西 就是语法教学手册 紫色的大家可能用的比较多 我们17年出了那个中级的 绿色的 就是这两本我们把初级和中级的 大纲里面的语法都做了 那么词汇的 今年的年底12月份 就会出一本叫国际汉语教学800词 这个是专给老师用的 最常用或者是最难教的一些词的格式 我们都做出来了 有学生常见的偏误 我们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这么错了 你应该怎么不让他出错 总结格式 同时提出一个教学建议 教这个词的时候 你应该注意什么 最下面设计一些练习 老师可以拿来直接 进教室用的一些练习 所以这个800词 用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 我还是觉得 应该会有一些用处 这个800词目前还只有纸板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方便老师 使用做成APP的形式 到时候及时地给大家来分享 很多老师和同学留言说 很担心由于自己经验不足 而误人子弟 又或者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做错了事 那么新老师最有可能犯哪些错误呢 因为新手老师可能出的问题 每个人不太一样 但是集中的我大概总结一下 从我长期的教学观谋来说 第一个就是老师总觉得我是老师 老师的价值就是要讲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 做不到经讲多练 出现了自己讲的多练的少 觉得哎呀我如果不说话 是不是我不负责任呀 是不是我没有尽当老师应该做的 我总是给我的研究生说 上课的时候要学会偷懒 不是让你偷懒 而是学会偷懒 所谓的学会偷懒 你就要设计很好的教学活动 让学生多说话 让学生开口 不要一言堂 老师是一个导演 你就得让演员动起来 你得让他来演 让他来说话 第二个问题就是 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用词太难 新手老师他不知道 在这个水平的时候 学生学过什么词 学过什么语法 他难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甚至大讲语法术语 我就通常给我的研究生 或者说新手老师 我就是劝他们 从初级到高级 你把这个所有的课走一遍 然后你再根据你自己的性格特点 我选择 我适合叫什么 你要是没有机会走一遍 拿着大纲 拿着教材 也要捋一遍 但不如你真正的上课 你才能知道 这个阶段 他应该能听懂哪个词 这个阶段他应该学过什么 那么一个成熟老师 和一个不成熟的老师 在这个用词上 一下子就能听出来 用的词难 如果我不用词怎么办 我可能想办法 比如说用图片法呀 用这种形象生动的动作演示啊 这种办法让他来懂 那么第三个 比较普遍性的问题就是 不知道学生会出现什么偏误 就是无法预见学生的偏误 这一点其实也能理解 因为他没有教过 刘岳生的偏误不是我们母语者能想到的 真的有时候你觉得 北一坐四 他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美国学生都很高的水平 他会说 我不知道明天如果下雨 这个如果就是if 是否 他就翻译成如果 我问他第号五 他要请他第号五 就是to ask 这种你没有教过刘岳生 你怎么也想象不到他在这出错 不能预见 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防患于未然 那怎么防患于未然 第一要做有心人 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善于收集学生的偏误 对学生的偏误要留心 我今年第一年没有注意到 第二次我在教 我一定知道这个学生在这个语法上 在这个语言点上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不要把这个语法教学看得太容易 要认识到我们汉语教学 他不是说会说汉语就可以来教的 他是一门科学 绝对是一门艺术 第二点我可以去看别人的研究 我又回到我那个语法教学手册 每一个语言点我们都给你列出来了 这个语言点学生在学的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偏误 为什么会出这样的偏误 第四点现在的年轻老师比较容易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过于依赖PPT 科技发展了 对我们教学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PPT很容易 但是呢我自己觉得语言课 特别是线下的语言课 大可不必 我们的PPT是有限的使用 就是图片 但是语言结构的提取啊 生词的书写 我一定要版书 版书的过程中 学生会看到那个字怎么写的 你也会给学生留下一个思考的时间 如果我们都是用PPT 你自己觉得很好 学生其实是没有消化的过程 这样会让学生失去很多学习的机会 可能在这个教学过程中 老师要考虑一下 我哪一些内容适合放在PPT里面 哪一些内容我必须版书 特别是线下教学 那么最后一点 被学生问住的时候 你怎么去解决 有两种我会见到的新手老师 有一种是告诉学生 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就这么说 他内心想的 只要你语感会了 你就可以了 我自己解决不清 还有一种就是 被问住的时候 自己脸红脖子粗 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这两种都不能轻松的化解 其实我们每一个老师 在成长过程中都会被问住 第一点 要有一个心态的问题 就是说 被学生问住 这是正常的 我们不要害怕 第二点 要认识到 我们每一种语言 甚至每一种语言 它都是有道理的 有理据的 不是说 我们中国人就这么说 那留学生怎么能知道 你中国人怎么说呢 要抓住每一次 被学生问住的机会 学生问住你 这就是你一进步的机会 我以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通过去查资料 去问别人 我下一次就不会遇到了 还有 你要坚信 汉语不是杂乱无章的 它一定是有规律的 你随随便便地告诉他一个答案 学生跑到别的那儿问清楚了 你就很难 一定要 如实地告诉学生 这个问题 如果我解决不了 明天告诉你可以吗 当然如果一个老师 每一个都告诉学生 我明天再来给你解答 学生就会想 我是不是遇到了一个假老师啊 老师们还是要有一点积淀 当然你还可以用一些小的技巧啊 自己不能马上解决的 你可以迅速地脑子里面找几个例子 然后引导学生说 我们一起来思考 你们看一看 你们能不能想出来 我们一起想 也不要让学生看出来 我每一个都不会 让学生想完第二节课 再问大家 这个问题你们思考的怎么样啊 找到规律了没有啊 那没找到 这个时候老师已经给自己 留了一天的时间 可以慢慢地找到规律了 再带着大家 行外的老师们可以关注 杨教授的YouTube频道 Dr. Young 杨玉玲 这个频道会有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我的实话是说 这个频道真的不是我做的 我不是在国外经常做教师培训嘛 很多国外的朋友就找我 要我以前做的一些讲座或者PPT 一个一个地发 我就觉得浪费好多的时间 有时候穿一次还不成功 所以我就给儿子说 我说这个真的很麻烦 儿子就说我来帮你 他就弄了这个YouTube频道 我呢也喜欢交流 我说也挺好 那你就帮我吧 做起来以后呢 我也最近也比较忙 所以更新的也特别慢 但是呢 我是希望做的一些讲座 我会在上面给大家分享 还有一些PPT 老师可以直接用的 下一步呢 我是打算啊 对不起 我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的保障 把我们常用的语法点 每一个排成教学小视频 包括常见的片物啊 应该注意的事项等等 一周或者是两周更新一次 至少我会把刚才我们说的800词 特别难处理的词物 可能一星期至少我会更新一个 目前我们已经拍完了八个小视频 对外汉语老师常常遇到的词汇变析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角度进行变析 应该如何变析 是每一个都是15分钟左右的 词汇变析的小视频 现在正在剪辑 剪辑完以后 我就会一星期上传一个 YouTube上以后上传的 都是语法教学和词汇教学的 除了YouTube频道 还能在哪些平台看到杨教授的分享呢 对 这个真的今天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昨天在中国大学木课上 刚刚上线了一个语法和词汇教学 我们的是语法词汇语音汉字四大要素的教学 都有55节课 语法和词汇放在一起 占的最多是34节课 都是我来拍的 也已经拍完了 27号正式开课 完全是免费的 注册一下就可以去学习了 那个是基本上把语法词汇教学 比较重要的一些原则方法 我都是用案例的形式来展开的 34小节 网易云上有我一些语法教学的 但是那个也是别的机构找我拍的 他们怎么放的 运作的 我都不知道 那个是以语法点为纲 就是每一个语法点 比如说乐应该怎么教 乐学生有什么什么问题 是这个角度来进行的 由于时空距离的局限 很多专业学者的讲座 不能被更多人看到 这也导致了国内和海外的老师 很多时候都不能系统性的 学习某一块知识 最后我问杨教授 是否愿意跟固定的一个教育平台 或个人教育频道 比如外地老师阿图长期合作 阿图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很好 但是是我不太懂的 外地老师阿图 你们这个频道做得很好 说实话我原来并不知道 但是我儿子告诉我 你们这个做得非常好 做得也非常实在 也给老师提供了很多 真实好用的一些东西 就是那种 他告诉我是用了一个词 叫什么落地 但是说实话 对这种频道的管理啊 合作我真是一点都不懂 我也是一个技术盲 但是肯定是愿意合作 我也有很深的感受 比如说大陆我用不了 有时候国内发的东西 海外的老师又看不着 每次我就来回的传 我特别痛苦 因为都是好朋友 很多人加了微信以后 我就不停地得用微信 来给老师传这些东西 像刚才阿图老师说的 能够合作 如果能够这样方便老师 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 很好的事情 最后杨教授要跟大家说 首先谢谢阿图老师 我也是很开心 虽然超过了咱们约定的时间 我觉得是同道嘛 有很多问题我们都是相同的 很多老师可能没在线 但是以后也许会听到 希望老师能够真的喜欢我们这个汉语教学 发现汉语教学的这个魅力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真的是衷心的 说的是真心话 希望大家用各种途径联系都好 包括微信 包括邮箱都可以 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可以再来交流 那么最后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疫情 现在海外的疫情可能比较严重 那就希望大家多多保重 一切平安 谢谢各位 谢谢 总的来说 就像我之前分享的 教中文有多难中说的 教中文没有大多数人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但是老师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多积累 多尝试 多改正 才能多进步 多满足 视频中提到的课程链接 会发布在公众号外地老师阿图 下一期视频会继续分享 超详细澳洲教师时期的最后一期内容 实习过程中应该注意的细节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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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